CHAO DOWN CHAO OR RANDOM GAMING DEPENDING ON WHAT YOU'RE WATCHING 那呃再講到我 我其實常常聽到的就是ICO 常常會有人拿虛擬貨幣拿來當作 講說有家新創公司要創立 就用虛擬貨幣拿來當募資的手段 那到底要怎麼創造一個虛擬貨幣 那前提到底是什麼 是要怎麼開啟一個 是要開啟一個新的虛擬貨幣的網路嗎 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吧 就是你再寫出一條虛擬貨幣出來 然後通常的ICO是 通常在ICO之前 他們通常都會有先所謂的pre-mining 就是我公司的團隊已經在這個虛擬貨幣上 畢竟我運作一定要先試 那試的過程它就會一直下它的幣 比方說我現在要ICO一個 一個Derek Token 一個D 一個D幣 那我這個D幣呢 就是我一定先運作半點 我團隊可能已經累積了很多D幣 然後我在開放說 這個網路長這樣 你們可以這樣再這樣連上來 那你就可以開始挖 之類的 或者是我應該就拿著一堆幣去賣 ICO ICO感覺聽起來比較像第二個那個模式 應該是把幣拿出去賣 然後用那個換錢這樣 對 所以背後技術 背後技術我不知道 大概就這樣吧 OK 那如果你是開啟區塊鏈的人 你是不是就可以決定說 你挖到一塊 我要給你多少幣這樣 對 背後就是你來訂 OK 所以比特幣是 也有 我也不知道 某個地方的某個人 曾經在很久以前 說 一個人要給幾個幣 如果挖到一個這樣 對 那比特幣就是中本聰 中本聰還有當時的一些 一些早期的追隨者吧 他們就一起架構了這個東西 那所以現在還是同樣的一些人在控管比特幣嗎 像你說他們不是每隔四年會減半 也是同樣一群人說 要把他減半這樣 據我所知好像 因為中本聰消失了 對 然後他把最高管理權 對 沒有人不知道中本聰是誰 很多人都說自己是中本聰 但是他們拿不出證 真的假的 反正他消失了 然後他的最高權利好像 分散給了五個人 怎樣 就那五個人 可以 決定 比方說他今天要把比特幣網路 改成怎樣 但是他們基本上不會改 就他規則就已經定在那邊 他目前還沒有 改過 對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中本聰是誰 但是是日本人吧 至少可以確定是日本人 是誰的意思 中本聰這個名字是日本人 只是他發論文是英文 所以很難說 對 然後 跟大家對話 OK 那 那如果 那所以是每一個虛擬貨幣都應該會有一個上限嗎 就像比特幣那樣 就是我發到什麼程度就不發了 還是說 看他規則怎麼寫 看他規則怎麼寫 像以太幣就沒有上限 OK 聽你講 感覺以太幣是一個比較 更進階版的比特幣 因為你說他的 那個區塊鏈可以拿來做很多其他的事 就像你的公司 可以這麼說 OK 所以比特幣做得到的事情 以太幣全都做得到 但為什麼現在比特幣 還是比以太幣有名一千倍 就是因為 先行者優勢 對啊 變成這樣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